接着看到南韩昨天的晚间宣布戒严 随后在六小时之后又宣布解除是震惊国际 那么台中市议员罗永珍就关心了 今年跨年的晚会是否是邀请到了韩国妈妈木来台表演 会不会受到影响呢 市场卢秀燕是表示会正常的演出 会不会受到韩国戒严的影响 市议员关心南韩的政治情势 就是因为台中的跨年晚会 邀请到韩国的人气女团妈妈木来台表演 会不会因此受到影响 市长卢秀燕要大家不用担心 那因为昨天的这个戒严很快的就结束 那所以完全不受影响 那在这今年我们的这个跨年晚会 那的确是极少数城市有邀请韩星的 而且我们邀请的是非常非常大牌的 是韩国最有名的人气女团之一叫妈妈木 那她其中里面最有人气 最旺的一个女歌手叫灰仁 那这个灰仁呢唱跳全方位 那在全世界在韩国 那是非常这个受到欢迎的天王巨星 那这个妈妈木很难约 这个灰仁很难约 我们大概在一年前 大概就开始进行邀请她 那所以这个行程是确定的 今年的台中跨年晚会主打全A咖 卡斯阵容全台最强 其中韩团妈妈木成员 灰仁更是难以邀约 超过18组的大咖轮番接地开唱 市长卢秀燕就表示 还有第三波的卡斯即将公布 欢迎歌迷尽早安排履速行程 南韩的戒严先风波 市府强调跨年晚会韩国女团 妈妈木照常出席 完全不会受到影响 欢迎歌迷踊跃 手刀履速定起来